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举办语术外等竞赛活动或者是等级测试 应当是先经所在区教育部门备案之后再实施 并且应该做出规范组织竞赛的书面承诺 二是严禁面向社会举办以小学生为参赛对象的语术外等竞赛活动或者是等级测试 三是严禁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其他社会机构 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举办语术外等竞赛活动或者是等级测试 这三条的意思就是只有合规的培训机构才能举办内部竞赛 而且要先备案 并且面向小学生的竞赛只限制在培训机构的内部不能面向社会来举办 除此之外还有两条 一是严禁民办培训机构将自身培训活动和所开展的竞赛捆绑 严禁推销相关的资料书籍和商品 严禁将竞赛结果以各种形式提供给本市中小学校干扰正常的招生入学制 二是重申严禁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将各类竞赛测试证书作为招生录取的依据和参考 同时严禁学校收取不合规竞赛或测试通知并发给学生和家长 这两条都与胜学相关 一是不解...